美国买房找邱瑞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翱翔美国房产咨询的邱瑞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McKinney 身后这套房子是我们大概三年前买的 那买家是一个国内的医生 然后他买这套房子出租 当时也是因为我们看很漂亮 那上一任屋主 上一任租客从2017年的3月份吧 一直住到这个月搬走的 然后现在我们大概修整了 大概有快两周的时间 现在准备挂牌上市 这个速度稍微有点慢 但是要修整的比较多 2280只四加两个半 这套房子现在我们应该能租到2000块钱 到2100块钱之间 旁边的那个水泥很可笑 它那空调外积有点歪 然后我们把它那边修整了一下 然后前院那个整体全部打扫完 之前那个租客整体的卫生状况不好 然后当然我们有他押金 他退了租了之后 我们从他押金里面去扣 然后把房子整体做完 然后这一进来之后 当时喜欢这个房的原因是 你看到没有 他全部用自己的那个 就是之前的屋主是自己做的石墨地板 然后把它钉上去的 粘上去的总感觉是比较舒服 它们一直是这种做旧的 然后特别简单的花色 现在很难找到这种颜色 那之前我们这个买家会比较喜欢 所以我们就递了offer 吸顶灯 实际上整体来说 全都是特别那个 自己做的那种很粗糙的手工的痕迹 但是整体位置呀价格都比较好 那这边是那个洗衣房 然后做到车库了 车库然后热水器也比较老了 热水器是 应该是05年了 对 但是热水器目前还能用 然后车库你看两侧有一些宽度 所以说这个垃圾桶 这样放上不会挡车 所以就算两台大车的话 应该将将能停的进来 然后地面敷的很深的砖 感觉比较耐脏 感觉比较耐脏 这个砖 是吧 还行 然后过来之后 这是入户 然后这是正餐厅 你也可以当接待厅 然后楼梯是折梯 楼梯它自己刷的很深的颜色 然后再往这边我们就到客厅 这些木板我们现在去修不了了 就是它石木是这样子 你看到没有 经常会有 这是他们家以前的那个叫什么 就是那个沙发腿啊 茶几腿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它石木没有办法修啊 要不然就只有把它整个全部抛 抛完了之后再上色也是可以的 但那样工程太大 对于出租房来说没有任何必要 在这边的是厨房 厨柜 然后它自己做了灯的升级 这几个灯实际上把这个厨房的气场提起来了 然后再看它这个厨柜也特别有意思 现在很难见到这种厨柜 这边还高低不平的高低不平的 这边它自己涂了门上涂了黑板的那个漆 洗碗机 龙头其实都是很便宜的龙头 然后除了这边有些抽屉 我们已经全部全部做过卫生了 这就很难已经很难擦掉了 这是经常用的这几个柜子 你看到没有 烤箱也尽量能够清洁去清洁 那厨房的面积和台面其实是蛮好的 然后灯都OK 我还在这迟来你看 这刚才我们看到一个老鹰 应该是抓了一只鸽子 那个鹰不大 你看到没有 这样我给你看一下 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他看见我们看了 这老鹰抓了一只鸽子 然后就挺着这个饭子上面一直吃 我感觉吃了一半了 又 他在看我们在看他 OK 早餐厅后院也很漂亮 然后这以前他们家用狗啊 然后弄的把这个全部都弄破了 然后现在我们重新换了一条 真体后院很舒服是吧 超级舒服很工整 这个院子也很好用 对 这边全部都弄完 以前他们家那个狗 狗把这也啃了 啃了 现在又把这块补上 后院 然后客厅这个他做的比较好 你看他这面墙木头一直贴到底 这也是自己钉上去的 这些地面全都是自己做的 你看他这个地板还都是真正的石木地板 看到没有 你可以看到这石木的花纹在这 他们很棒的石木地板 然后他贴到桥上 然后自己刷的漆 就stain的这个颜色 这样贴上去跟他这边比较配 然后这也是这块也没有办法修复 看到了 这是一个很深很深的 然后这边墙面我们补一下 然后灯 然后这边 这个是砖 不是那个 这铺的是地砖 不是地板 再过来洗手间 双洗手台 龙头比较旧了 然后这边是垫盆 我们都已经全部清洗干净 这是那个衣帽间 衣帽间的距离位置是比较还行 30万的房子 这是蛮好的 是吧 衣帽间蛮漂亮的 然后再过来呢 这个是 洗澡间在这 洗澡间 浴缸 都蛮好的 我把这个拿过来 这种挑高的厅 会让你感觉比较舒服 是吧 我们到二楼 这还有半个厕所 一楼的半个厕所在这边 这样就舒服一些 好 我们上二楼 这底下地面 这全部是用自己用油漆漆的 然后它为了选高级 地面专门弄个油漆的边 这样把很浅色的木头 全部刷深了 然后这一块 你还看到没有 它地面是斜着切的 斜着切的 和这是竖着的 所以感觉会感觉 哦 是挺高级的 然后自己用油漆 喷了个花 就是这样 好 这边是二楼的第一间卧室 要这样走进来 登blindness 然后它这块 我们也要再处理一下 还没有处理完 是之前卖家刷的油漆 喷的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门 再走进处理一下 所以真的是 它还没有 那个什么 我们就还没有那个往我们检查房子就走了 走了之后呢 那我们就只有扣他押金了 这个 Close 然后二楼有个大镜子 然后这个墙也是 从这儿你可以看到这个石木啊 你可以感觉一下 看到没有 它整体石木的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卡进来 它这边也提到顶 然后你可以再sting 各种颜色 当然这个做工属于比较差的 它自己做出来还挺好 材料OK 这是二楼的洗手间 洗手间 这个有意思了 它镜子在这儿 洗手池在这儿 错开的 然后上面 灯换了 然后屋顶也弄的木板全部钉上去 然后这两边砖用的不一样 这18乘18的这个砖贴了 贴过来是现在它变成这种砖 这个砖还蛮漂亮的 在现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蛮漂亮的 这个浴缸 所以二楼这个厕所 就是两个半厕所 这个厕所还是比较漂亮 然后再来上这边呢 现在有两个客卧 所以说它一共有四个卧室 这是其中一个卧室 全部二楼也全部铺的木地板 所以这个活你可以感觉到 就是自己干的活 然后这边也全部都是石木的地板 铺完了 材料是用到了 但是活干的比较差 是以前的屋主自己干的 这个房子我们租 我觉得两千块钱肯定能租得到 争取多租一点 因为现在是马上到感恩节 你知道美国人每年感恩节到圣诞节 这段时间是不工作的 所以那可能会年底会慢一些 就是这样 但这个房子我们很喜欢 就是在从现在来看 我们之前三年前选房的眼光 这就是三年前我们客人来在这选的 这个客人还买了两套 还有一套是买在 应该是买在colony了 我印象别记错的话 然后colony那个视频 也前两天也换租了 也是 第二个租客从加拿大来的 但是住了半年多好像 然后就搬走了 因为疫情的原因 又回加拿大 其他倒没有什么区别吧 都OK 都蛮好的 更多信息 可以关注我们的频道 翱翔EOS 翱翔美国 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评论订阅 如果有任何疑问 都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会认真阅读你的每一条留言 我是邱瑞 我在大大斯等你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